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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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 第二我看现在也是我多年在提出来 我这是不是能够全员是故 所以这是我看十八大这个 两个的决定当中也可以 混合经济可以全员是故 这样子一方面来讲就是 员工就是他真正是 员工又是主人 他这个自己有份的 所以他的基地性跟责任性 会更加加强 一方面企业那个发展的更好 同时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增加很多 收入增加以后呢 我觉得他才能把内需拉起来 财税制度改革 光是改革就是中央各地方 财税的收入分辨问题的话 可能也解决不了拉动内需的问题 也解决不了提高拉帮收入问题 所以我想财税制度改革 我首先要考虑什么呢 要给拉帮多分点钱 就这个剩余价值当中 你要把考虑拉帮行 剩余价值要少一点 这样我才能拉动内需 同时我人的经济发展以后 税机扩大了 税机扩大了以后呢 就是我人的财政数也不会少 要拉动经济 你不能再靠投资去拉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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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